中国女星黄一鸣 过去因参加选秀节目 《青春有你第二季》成功打开知名度 每小节目录制期间 她被爆出曾实施校园霸凌 尽管经纪公司发生否认 但最后她也未能成功出道 黄一鸣随后成为网红 不过将近一年都没有更新近况 近日更传出她未婚生女的消息 对此黄一鸣亲自拍一片 证实了这个消息 她在影片中透露 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 已经跟男友分手了 但是医生告知 自己是很难怀孕的体质 因此她决定把宝宝生下来 她认为有自己的宝宝 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也相信只要提供足够有爱的环境 宝宝就能健康成长 黄一鸣认为女儿应该拥有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权利 跟温馨对女儿喊话 以后和妈妈一起长大吧 获得不少网友祝福 大赞她真的很有勇气呢 我只能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线的 宝宝 我只能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线的 你 我只能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线的